人總是喜歡將一些解釋不到的事 視為靈異事件 與鬼神扯上關係 不同宗教對鬼有不同的演繹法 無神論者更加將鬼神完全否定 到底是人 虛構了妖魔鬼怪幽靈 還是魔鬼施了術 創造了靈異錄 HK026會以不探靈不誹謗 不妖言惑眾的角度 實行靈異透明化 希望大家可以用平常心 去應對人世間的靈異點滴 歡迎大家來到HK026 今集我想說一個屯門公路經歷 大家聽到屯門公路會想到一件事 尤其是晚上很多鬼 不管真正有意外也好 或者他本身的公路設計有問題 你們都會想一件事 意外多 還不是鬼 還有很多時候他們會擺一些 因為他們的宗教 擺一些譬如泰山實錦當 擺一些納摩阿里陀佛 一些碑 人在晚上 說真的 你沒有說駕車 就算你坐在車裡 你經過路面 看到這些牌 其實你都會不停地 像一個圖示範一樣 在提醒你 曾經什麼時候出現意外 或者怎樣 我記得說 大約 那時候應該是沙士之前 大概是2001年 當時我還在做iBanker 而你知道 作為iBanker 壓力大當然 因為你要跑 但應該沒有現在的壓力那麼大 因為當年 我記得恆生的恆子只有9000多點 現在會不會升到3萬點就不知道 當年我記得 大家都很勤力 大家同事都很勤力 因為要跑數 周圍要找一些客人去投資 我記得有一個客人 我煲了一段時間 他住在黃金海岸附近 當日他打算跟我開不止一個戶口 開幾個戶口是用來投資的 我們就去吃飯 吃完飯 我臨走 我就把他送回家 他住在黃金海岸附近 當時我記得是冬天 出來時已經大約6點多鐘 但天已經黑了 他那個屋 我都忘記那屋是甚麼 有一個側面 你有一個側面 有一個側面 側面出來的時候 有一個小路到大路 我亦都很有警惕 這條屯門公路 儘量小心 始終是一條東路 下意識已經是 一定要慢,看清楚 慢慢出去 而我當時看的就是 那條路就是這樣有車來的 對面那些車就是這樣來的 而我就是這樣 射出去的 我看了那邊 完全是沒有車沒有燈的 燈也沒有的 那邊也是沒有車沒有燈的 我就看得很穩定 我就很遠都沒有車 我就開始轉出去 慢慢轉 當我一踩油轉出去的時候 未夠兩秒左右 立即有一部的士 是這樣衝出來的 是衝得很快的 是很快的 那些光影是撐住你的 我當時在想 為什麼有車的 我就在想 要不我踩快一點 衝過去旁邊 避開這部車 要不然就一定被撞到 但我不是拿著波子 很可惜 我不可以在那幾秒鐘裡 立即踩行油 我記得 那部車一路衝下來 很快的 大概 真的三秒鐘左右 真的很快 之前沒有的 三秒鐘左右 立即我已經看到 我是這樣打橫的 他是這樣衝出來 我是看到的士上 的士的面 其實我已經看到 你想不想想到 其實已經很近了 殺不了 其實他當時的速度 照估計 我當時的反應就是 撞到眼睛 我打算數一二三 原來我就是會這樣離開這個世界 真的很害怕 一去到那一刻 原來時間到了 就是這樣 看著他 當我閉上眼睛 然後 那部車 就衝去 那部的士 衝去對面的路 就是形頭 在對面那條線 我再看地上的痕 一串拉到很長很長 我馬上已經是 人都害怕到 就呈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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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呈 最初就只有我自己一部車 之後就遇到那部的士 只有我的車和的士在那裡 再沒有其他車 那部的士 我就看過去 而那部的士 我看到裡面有乘客 乘客裡面大概 他坐得很擠 大概我想都有四個 後面三個 前面一個 乘客就拎著臉 在後面的車尾 那塊玻璃看著我 我又在想 好不好報警 或者這些什麼 其實這些 我在想 第一 沒有傷亡 你最多只能夠 就算有證據 有閉路電視在上面 我相信一定有閉路電視 有閉路電視 拍了整個過程 最多你只能夠 就是 Dangerous driving 危險駕駛 或者不小心駕駛 因為沒有傷亡 我亦不想再報警 去驗傷 或者去召十支車 所以 不了了之 駕駛車慢慢走 這件事我都沒有去報警 對方也沒有 我亦不擔心有什麼法律責任 因為當時應該有鏡頭 看到整個過程 重點都不是這裡 重點我就在想 如果那部車衝得這麼快 它真的衝得這麼快 我應該遠遠 我應該遠遠都看到它的燈光 而且它也應該看到我的 為什麼它會見不到我 而出現了這樣的情況 我真的想不明白 而這件事 當時只是覺得自己很好運 大難不死 希望必有後福 有時候我都會在想 其實這些是不是我們所說的鬼暗眼 還是那條功勞 本身就真的 去到某一個空間 某一個時間 就會這麼容易出現這些意外 還是怎樣 還是人 根本上我們經常將 我們內心的心魔 或者我們幻想出來的鬼 或者我們覺得這種力量 將任何意外連在一起 其實就這一點 我都在很多文章裡面 我都有寫過一件事 究竟空難 OK 所一位的 7月14日 人們有野水 鬼問腳 究竟海底的漩渦 還是鬼問腳 如果一切 都是跟一切意外 都是跟鬼有關的話 那我們會不會考慮一下 在機場的指揮中心裡面 請幾位玄學大師 你算一算 又或者泳池是不需要有救生員當席 只是放一兩個玄學師在那裡 就算一算 誰是大機會浸到的 這方面希望大家可以反思一下 多謝大家今天收看HK026 拜拜